這個就是裝備系統裡面的隱藏要素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按訂閱按鈕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我們今天繼續玩《關於我轉身變成史萊姆者當時魔物之禍》 今次就會介紹遊戲裡面的裝備系統 裝備系統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級別 但不同級別裡面究竟有什麼分別 又或者加1至加15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以及裝備的討伐關卡究竟有什麼方法用最低成本來通關呢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遊戲裡面的裝備系統 因為這個遊戲提升戰力 除了提升角色等級 進階 最重要的環節就是裝備 裝備會有分加1至加15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這個機制 就是加3至加15的分別 首先我們看看其中一件裝備 這件裝備沒有任何加成 所以會有4行的加成數據 防禦力 生命值 攻擊力 暴擊率 如果我們將其中一件裝備提升到加3 我們的負加屬性會多一欄 變成有5個負加屬性 而這隻遊戲除了加3之外 就會分別有加6 加9 加12 加15 加15 加3的倍數 加6之後會提升其中一個負加屬性的能力值 例如右邊的裝備 傷害減免加4% 但當我加6的時候 剛好它的負加屬性有提升 就會變成傷害減免加7 足足會有3% 當然 生命值 攻擊加成 防禦力 暴擊傷害等等 都會有不同的負加效果在裡面 而加9的時候 也是其中一個負加屬性有所提升 而去到加12的 都是會提升其中一個負加屬性 而去到加15 加15就會提升4次負加屬性 而負加屬性有機會在同一個能力值重複加成 加成有63% 如果兩次的加成是50% 大家就了解了裝備的加成機制 了解完加成的機制 我們要了解這6件裝備有不同的固定屬性 而武器提升攻擊力8值 吊咀是提升攻擊力的8分比 而規格也是加防禦力的8值 而戒指是防禦力的8分比 最後短香加生命值的8值 以及耳環加生命值的8分比 而裝備最後的分別就是 5星裝備和6星裝備的分別 現在我有一把5星裝備加15的武器 相比之下 一把6星的加12武器 大家可以看到加12的6星裝備 其實已經拍得住加15的5星裝備 而8分比的裝備 6星的裝備 和4星的裝備相比 大概差3% 除了它的固定屬性有分別 還有它的附加屬性也會有所影響 好 然後我再把這把加15的武器升滿 大家看到的數值 大概攻擊力都差100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 魔物討伐的難度8的關卡 究竟有什麼方法是最平民地通到關 因為當難度8和難度9之外 我們就可以拆到一些6星和5星的裝備 基本最低門就是打難度8 都有極少機率 掉落這個6級裝備 那隊伍組成 我們首先會有幾隻角色推介大家 是免費獲得的 第一隻可以選擇 精英 哥布達 透過精英的點數兌換 還有愛連 而另外兩隻就是 首處獲得的適忌人 還有七日登錄的子圓 首先陣容方面 我們會用哥布達 放在頭位 子圓放在2號位 最主要是可以幫忙 坦一坦兩波的輸出 適忌人 放在3號位 4號位 不需要放任何裝備 因為對方無法攻擊到我們的4號位置 而5號位置 就會放回史萊姆 史萊姆 我們會用奧爾冷卻 回復生命值 船斬 有效利用 選擇必殺技CD 以及提供我們的攻擊力 大家會看到 這兩隻角色都會有6個連攜效果 連攜最主要可以減對方目標20%的防禦力 打法也是靠愛連 和子圓做的控場 而哥布達是幫忙做一個坦特的角色 以及使用必殺技提升防禦力 適忌人都是主要攻擊手 史萊姆 純粹坦傷害 基礎屬性方面 主要角色上到2萬的生命值為主 然後 埃連 埃連這個位置不會受到BOSS攻擊 所以不需要用任何裝備 好 接下來 會有條實戰影片 去解釋 究竟這個BOSS怎樣打 打BOSS方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也會用哥布達 目標就是 透過第一至第二回合 可以減到對方的1號位置角色 而去到第二個回合 我們主要用指願或外連 冰封BOSS技能 冰封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停地輸出 直至打到對方1號位置 當慢慢削弱了他的小怪 我們就可以把兩招控場技 不停地放在BOSS上 而對面BOSS基本上 沒有橫擊之力 而重點就是 坦得住BOSS的普攻 大部分時間都可以不停地控場 而最壞打算的就是 我們暈不到BOSS的話 BOSS招大技也不會打我們哥布達 而是會打我們的史萊姆 所以史萊姆這個角色 其實都可以承受到一波的傷害周酸 因為冰封不到BOSS 也不需要太擔心 好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了解這隻遊戲的裝備系統 以及究竟討伐關卡是怎樣打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按訂閱按鈕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按LIKE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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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 價錢 那是 entrada射出移動... 我剛剛說兩»,要求抓一些困難的 Ris形 不會太好聽了 她應該不會太誇張 毛大笆 消火 容易被离 1号 共 competitors law 将棋 我可以把我放在那裡 這次的攻略, 要把這次攻略 作曲 李宗盛 我喜歡玩這麼多嗎?